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徐坤 今天要讲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蛮长时间没有像这样子跟他们有一个近距离的约会 而且这一次是因为是四面的舞台 所以离他们的距离比较近 这个还蛮兴奋的 现在属于对舞台的兴奋作吗? 对对对 因为一想一下可能今天剪辱会期不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会哭一哭 我觉得尽量别哭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擅长离别的人 对对对 希望还是以很开心的状态去面对这次的一场 对 那现在如果让你现在想一下 觉得这十八个月你可能是一般分寸 对于你来说最精彩的节目是什么? 我一闭眼就是我们排练 我又在喊 那个谁回来一下 那个谁回来一下 别聊天了 就我一般就是在这个状态 还是很严肃的事情 就排练 然后当然最美好的画面就是我们每一次开见面会或者演唱会的时候看到台下的他们 那那个时刻是最感动的 对 我觉得我们九个就是创新者嘛 像我们的歌一样 其实就是九个创新者 那其实这九个创新者每个人又有自己的风格和性格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玩的化学反应 比方说有一些是比较调皮的 比方说有一些是比较调皮的 有一些是比较安静的 但是分开了还是会很想他们这样 我觉得大家这十八月创新这个创新怎么样 成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吧 但是我觉得反正所有走过的经历都会变成财富的 对 对于要离开南风整天的事情 我们要对你来说是比如说 就是会有点点事情安全 然后或者有其他的感受 反正我觉得就 继续朝前看朝前走 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目标吧 其实 在这十八月你其实你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对于你来说也算是心中的一点 你倒是在那里的最大一个体育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就是 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也好 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住自己的一个状态 和自己专注的东西 一定不能分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他会觉得其实外界对你的关注 不管是重度也好 关注面向 今天这一点 那是有在慢慢的 一个趋好一个状态 可以专注的舞台 或者可以分手的建筑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通过时间 会慢慢的 就是当你在坚持一件事情 你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慢慢的被人们看到 所以就是通过时间来证明一切的东西 因为今次你有没有收到一些 不管是来自外界的评价 会让每一次你蛮爽的对你的肯定 就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做音乐的朋友嘛 所以每次听到他们说 哪个音乐人啊 对我的音乐的一些评价啊 或者说他们对于我的音乐的感受啊 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是最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有人在关注你的音乐 这个就是一直以来 其实我最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对 你喜欢蒙真言吗 对 谢谢谢谢 确实是一个蛮花心思的一个作品 也是我希望大家通过作品来了解我嘛 那我觉得蒙真言算是一个蛮有意思 蛮好玩的一个这样的点 给到大家 感觉是你过这些年半 自己好像心态也在打开 然后我是怎么说越来越勇敢 体重在变小 心态在变大 你觉得有在 反正适应这个 没有觉得什么东西 对 不适应也得适应 反正就是大家开心就OK了 对对对 因为大家会觉得你一直对自己 是有很清晰目标的人 你会觉得自己在过程会有一段时间迷茫 或一段时间很低 我跟你说我最迷茫的时候 就减肥的时候 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说我是吃不胖的 我看到你最近有才有打脸 对然后就啪就打脸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一下就胖了 但是我一下子又瘦了 你自己瘦了多小 我说出来可能就有点吓人 我瘦了20斤 怎么剪的 要不要分享 你多少钱 不替你其他家 我觉得我可能方法不是很健康 就不分享了 因为我是不吃主食 但不太健康 我就建议大家不要讲 这还是比较上精卫的舞台效果很好 对对对 那其实现在已经马上就要毕业了 最后对 那跟孙毕业生 蔡雪坤说一句话 你想跟自己说什么 恭喜你毕业了 也恭喜那个大厂的男孩 教了一份还算可以的作业吧 继续好好地做今后的功课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 最后的是你们说一句 学生最想说话 就像我写的歌一样 希望九个人的梦 都能一直延续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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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